亲爱的这个家人 远从各地来的亲朋好友 还有亲爱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谢谢你们今天播放来参加我与那个孟林的订婚喜宴 我们在这里分享我与孟林的交往过程 那个我是一个基督 孟林跟我是基督徒 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的 那这个在认识孟林之后 我发现孟林是个很不一样的女生 她极其的精明有智慧 在她面对事情上是沉着稳健的 那她最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她非常的热爱主耶稣 这是她最吸引我的点 当我们交往的时候 我们每当有这个争执 或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 来化解这些问题 所以我非常的保爱有这位女生的出现 我们今天要成为我的妻子 每当记者祷告 主耶稣就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把这个问题都化成为祝福 使我们的感情越过越来的好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上的话 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 他们就说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信的人 宝贝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有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就是主耶稣 祂在我们的里面作为连结的酸 把我们酸在一起 使我们可以成立这个家 谢谢各位 接下来换我的梦里有点分享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教会中长大 然后我是到了大学 我才受尽成为这个基督徒 然后目前我也过了六年的教会生活 所以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会有许多的圣徒 会愿意把他们的家打开 做晚餐给青年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中羡慕 未来我结婚 也要和弟兄印童的开家 做晚餐给青年人吃 那之后我就参加了教会的两年全时间训练 那我也是在这个训练里面认识了我的弟兄 然后我们在那里一起的传福音 然后一起的爱主耶稣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把我的婚姻奉献给主 只要我外来的弟兄也能够有这样爱主 然后愿意把家打开的人 那之后我们就一起开始交往 训练结束之后开始交往 那在交往过程当中最宝贝的就是有主耶稣 那当我们有不愉快要争执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起转向主祷告 我们也会很常读圣经唱诗歌 那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有才华的男生 所以刚好我的苏维他就是我心所爱的 阿们 他非常的浪漫 他会弹吉他也会弹钢琴给我听 然后他也是个很贴心很细心的男生 然后就很宝贝主耶稣猛 我预备了这么合适的丈夫 所以最后想要一同的宣告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